说真的 玉儿本身看起来并不可恶 反倒是有些可爱 但是她一开口一做事 那种凶残的形象就会取代她那副可爱的样子 而且她的本性和她的形象绝对是两个世界的人 玉儿也绝对不是什么食草动物 她最喜欢的就是生吃人血 我来这里没有恶意 玉儿根根一笑 尽可能地让自己装出一副可爱的形象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你想谈什么 叶浩逊心中一动 她觉得这只兔子可能是有想法 你就这样让人家和你谈事情吗 我们现在应该找个吃饭的地方 一边吃一边谈 你在耍什么鬼主意 南宫阴的眉头微微的一皱 她觉得这丫头有些反常 我没有打什么鬼主意啊 我只是单纯的想和你们谈谈 就是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 玉儿依旧是一副俏皮可爱的形象 行 我们找个地方吃东西 一边吃一边谈 我们走吧 和她有什么好说的 南宫阴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叶浩逊 她真的不知道 跟这个兔子有什么好说的 她和玉长主仆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相信我 走吧 叶浩逊微微的一笑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虽然一脸疑惑 但是出于对叶浩逊的信任 玉长还是微微的点点头 她跟着叶浩逊离开了这里 一家比较出名的火锅店 包厢里面 玉儿要了一大堆的鲜牛羊肉片 然后 她不等在锅里面涮 直接就用筷子 夹着放到了自己的嘴里 吃的是不易乐 你是兔子 不应该吃素吗 叶浩逊看得有些心惊 玉儿的本体是玉兔 说白了就是兔子 她不应该吃素吗 可是看着一边的生菜叶 玉儿一点也没有要吃的意思 她就一个劲地夹着生牛羊肉 往自己的嘴里送 吃的是不易乐 我已经吃了多少万年的胡萝卜了 就算是再喜欢吃 她也吃腻了 所以该口尝尝鲜也是不错的 况且我是妖蒲 达到我这一步 本性其实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喜欢吃肉 也是正常的 理解不了 如果不够还有 今天管够 说着 一名服务员推着一辆餐车走进来 餐车上放着的还是生肉 她看到玉儿疯狂地往嘴里塞着生肉 不由得有些吃惊 没有见到火锅店里一个日的疯狂吃肉的 更没有见过在这里吃生肉的 玉儿放下筷子 她看了一眼那名服务员 她突然咧嘴一笑 双眼一抹赤芒闪过 那名服务员的身体一僵 就像是被施了定身咒 僵硬地站在当场 然后缓缓地向玉儿走过来 叶浩轩一掌派在桌子上 大喝了一声 清心咒瞬间让那名服务员清醒了过来 你出去吧 菜已经够多了 叶浩轩淡淡地对服务员说 服务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只是莫名其妙地 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叶浩轩一说 她连忙点头 放下了手里的东西就出去 你敢再造次 我现在就杀了你 服务员出门了以后 叶浩轩冷冷地对玉儿说 抱歉 一时间没有忍住 现在的我 对血石越来越没有控制力 我很渴望血石 这些生肉 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你要记着 不管你在众神之界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个时代 是一个讲文明的时代 如果你的血石有渴望 那就去屠宰场 那里有管购的血石 但是你千万不要对人下手 否则的话 我马上就可以杀了你 好吧 以后我控制一下 尽量控制住自己 玉儿不以为然地点点头 说真的 你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是前所未有的盛世 我记得 在我还是兔子的时候 人们衣不避体 如猫阴血 后来火神带火种 来到了世界 这才开启了 人类的新时代 只是不知道 祝容现在怎么样了 跟大多数人一样 陨落 只是他运气比较好 尸身藏在一处火山之下 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人去打扰他 好吧 其实远古时期的大能 有一大部分 是值得尊敬的 玉儿愣了愣 早在远古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片混沌 因为渴望自由 便有盘古开天辟地 因为世人寂寞 便有了女娲造人 因为世人不懂生活 便有了水 有了火 因为世间疾苦 便有了神浓 玉儿放下了手中的东西 她喃喃地说 我生于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 我还是一只喜欢 吃素食的小可爱 直到有一天 我遇到了嫦娥 叶浩轩和南宫阴 对视了一眼 她不明白 玉儿突然而来的感慨 是什么原因 但是她还是耐心地停下去 因为她看得出来 这个妖婆今天来这里 有些不寻常 那个时候的玉儿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 她温柔似水 跟后裔在一起 无忧无虑 后裔心细适足 每天早出晚归 而我 变成了她唯一排忧解难的存在 她对我无话不谈 尽管那个时候的我 还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 后裔寻来不死灵药 两个人服用 可青春永驻 容颜不老 甚至 永生不死 一人服用 可力托凡胎 直达众神之界 成为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玉常 厌倦了世间的生活 她觉得 世人向往的众神之界 是仙界 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那一界 所以她想去那个世界 一探究竟 这就是她独享灵药的理由吗 南宫英有些好奇地问 因为这是事关真祖的事情 所以她想弄清楚 是怎么回事 我说话的时候 麻烦不要打断我 玉尔骗了南宫英一眼 南宫英当下便闭上嘴 一言不发了 她太想知道 真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从玉尔的话语中 她觉得这些事情 有些不寻常 都道玉常无情 独享灵药 最后终得因果 在这广寒宫中 孤苦一声 终于有一天 她按捺不住 心中的好奇与向往 这后一不在的时候 找抽灵药 然后独自服了下去 药 并不是真正的灵药 对吧 两个人服用 并不是真正的永生不灭 是不是 是 药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 凡事皆有因果 两个人同时服用 是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但那样的后果 就是失去灵魂 终生以血肉为食 会变成如同蛇一般 存在的冷血动物 没有心跳 没有血液 没有感情 那一个人服用的 真的能让人直接抵达众神之界吗 并不是 灵药一个人服用之后 的确是可以拥有神格 因为这药是瑶池所得 是属于瑶池圣物 在远古那个时代 众神并存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成心成神 甚至超分入圣 都不是难事 但毕竟 天地间有秩序 你靠洁净去得到那些东西 所造成的后果就是 你与苦苦修行 以大德之心 飞升入圣的人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玉长只能去广寒宫中 那个地方 是众神之界与人间中间的 一处欲进 想走捷径 那你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他要在广寒宫中 待上无数年 这无数年 他都离不开那片很小的地方 终日终年寂寞度日 他只能每日从广寒宫中 看向世界 每当月圆的时候 他就会看向一座孤峰 因为他知道 后裔一定在那 仰望着广寒宫 他这样过了多少年了 你们所谓的广寒宫 是月球吗 我们现代人的科技 已经有登陆月球的条件 如果广寒宫真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 或者说因为某些变故 广寒宫消失了 没错 广寒宫正是你们所熟知的月亮 我在那陪伴玉长 都误过了很多年 只是后来因为变故 他消失了 也正是这个变故 才让玉长得以解脱 去了真正的众神之界 可惜没有过多久 众神之界也沦陷了 你们传说中的神话人物 无一性命 叶浩宣沉默了 远古时期发生的事情 看样子很严重 玉长恨 他恨后裔 因为后裔背负的苍穹之节 可覆灭金屋 他连射九日 成为了世人眼中的英雄 但是他每到月圆的时候 只是在高峰上 看着广寒宫中一场的影子 却不动用苍穹之剑 将那该死的广寒宫射下来 他知道 广寒宫 其实就是一个囚龙 玉儿咬牙切齿地说 广寒宫 是一座囚龙吗 叶浩宣巍巍的一惊 这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啊 就是一座囚龙 否则的话 吴刚也不会被罚在广寒宫中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去砍那棵鬼树了 这就是囚龙 因为玉长是凡人之躯 但是他却有了神格 他不能留在人间 也不能直接去众神之界 所以天地连同众神 决定将他安置在广寒宫中 让他受万事忌苦 以洗净他这一身灼气 当时的后裔 只需要苍穹枝节上的一支剑 就可以把玉长 从那个世界中解救出来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只是看着半空中的广寒宫 默默地看着玉长 承受着万事苦寂 他为什么不去射出那支剑 我觉得后裔不是怕事的人 而且当时各大部落 诸位远古大能 也并不惧怕 所谓的众神之界吧 没错 当时的大能 根本不惧怕众神之界 因为在远古那个时期 神与人是平等存在的 大家没有贫穷贵贱之分 就算是人 也有与神平等存在的权利 后裔当时 完全可以设下广寒宫 救下玉长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 叶好轩有些不解 后裔绝对是一个 重情重义的人 但是当时的他 明明有将玉长解救下来的能力 为什么他却无动于衷呢 他是要报复玉长 因为他觉得 当时玉长弃他而去 所以他明知道玉长 在广寒宫中受万事忌苦 他明明有过机会将他救下来 但是他却无动于衷 这也是能理解的 换了谁 对 恐怕都过不了这一关吧 明明是玉长有错在先的 是啊 是玉长有错在先 玉儿冷笑了一声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然后接着说 我一直陪在玉长的身边 这些年 与他也有着深厚的主仆感情 他以自己一抹神魂为影 让我化为人形 口吐人言 同时也拥有了人的智商 性化为妖仆 他是把我当作亲人 当作姐妹一样的存在 而我也对他有着绝对的忠心 我与他在一起 度过了无数个难关 但是现在呢 你为什么要背叛他 叶好轩盯着玉儿问 南宫因吃了一惊 他原本不太明白叶好轩 为什么要和玉儿见面 但是现在他似乎是明白过来了 玉儿今天来找叶好轩 就是要跟叶好轩讲和的 这让南宫因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在他看来 玉儿对玉长是十分忠心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相信玉儿会背叛玉长 但是看叶好轩的样子 他应该是胸有成竹的 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怎么样 没办法 看叶好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